建商代表提着礼盒上门 店家无奈只看了一眼 店家全程没有好脸色 因为有些话不吐不快 出事了才知道要蹲起木林 因为怎么也没想到 建商盖新房子却出现打天坑 台湾市府下午派出土木技师工会 测量领防的倾斜程度 天坑意外造成附近风入不缩 也让附近民众难以心安 因为他盖地下室楼层层17楼 我们都会怕 因为我们这个老房子都会怕影响 但是看到这个政府会怕 怕怕怕 你怎么说 我怕人家的房子放下 住家附近低级出状况 最惨的受害者就是摔下天坑的这辆小货车 车主王先生平常在夜市白摊卖臭豆腐 去年才贷款40万买下这辆二手货车 如今却因为一场公安意外 让他无辜北牵连 因为货车报销了生意也没办法 做满满食材只能暂时粉松出去 不只车贷问题 现在每个月还有房贷 加上短时间内无法做生意 根本是蜡烛两头烧 街上对此表示将会用最大诚意来做善后处理 近期文中